诸位老师 诸位同学 还有我们所有义工菩萨 大家中午吉祥 阿弥陀佛 刚刚校长也教导勉励我们 我们感谢这些恩德 那就要从当下做起 我们想到老和尚说的和谐社会 从我心做起 从我家做起 因为古圣先贤教我们 一定是从近到远 从清到疏 你近处的人都不能感动 你怎么去感动更远的人呢 所以大学说的修身 齐家 赐国 你看是由静而远 因为静的人远是最成熟的 所以从我心 这个心智大家印象很深了 佛道修行在心中 在从我家 从我的社区 从我小镇 在推广开来 那刚刚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应该对我们 李校长的歌声印象会非常深刻 这个孝经也说 移风易俗 莫善于悦 我们应该也印象很深 王老师的情声 李校长的歌声 这个教化的手段 这个乐教很重要 那刚刚这一首也是唐朝王之焕的诗 也是提醒我们 少接触电子产品 多接触山水 常回弥陀村看看 而且欲穷千里目 这也是其免我们 更上一层楼 每一年有进步 每个月有进步 天天要有进步 所以大家回去也可以在自己洗脸的盆子上面 磕九个字 这个是效法 汤王 狗日星 日日星 幼日星 那每天都有进步了 而且这九个字也有深意 首先这个狗日星 这个狗字呢 就是你醒过来了 你觉悟了 你不再随波逐流了 刚刚这个灵慧讲 不再随波逐流了 就是你被沉 就是离开这个诱惑了 五欲六成的堕落了 和觉 你面向觉悟了 就像老和尚刚刚说的 落死六大 发大心 立大愿 你醒过来了 尤其讲到立大愿 老和尚说 要效法孔子 效法老子 效法释迦牟尼佛 有没有印象 老和尚说 学儒就学孔子 学道就学老子 学佛就学释迦牟尼佛 所以诸位同学 以后你在考虑事情 你要讲话做事 你首先要想 孔子会怎么考虑 释迦牟尼佛会怎么考虑 释迦牟尼佛会怎么说 怎么处理呢 孔子会怎么处理呢 那你真的建立这个态度 保证你完成作业 你身边的人说 你变了 是吧 你不会那么冲动 你会很冷静 考虑的深 考虑的远 老和尚对我们的齐勉 发大心 把真心发出来 这个是本有了 一定发得出来了 立大愿 为往胜济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 人生短短数十年 不能白白来世间一朝 这个是老和尚的教诲 我当时候听到这句印象很深 总要做有意义的事情 总要做最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弘扬圣教 挽回人心 这个从根本就起了 然后扎大根 顾大本 我们要帮助别人 首先自己得行要立住 不然要度众生 最后被众生给度走了 这根基要老 要顾大本 要有真实的学问 汉字文言文的基础 要稳固 学问为济世之本 你没有真的学问 你的亲戚朋友 有困难问你了 你说 我也不知道 那你就帮不上他了 所以自己要得行 学问根基要老 自救才能救人 然后 这个修大行 正大果 那这个修大行 那我们要依五伦五常 四为八德 来修行了 依真诚清净 平等正觉慈悲修行 看破放下 自在随缘念佛 来修我们的行为 所以这个灵会 把看破放下 自在随缘念佛 送给你那个朋友 好 那正大果 首先我们得到真正幸福的人生 也让跟我们有缘的人 也都能得到幸福人生 不只这一生幸福 还有什么 往生极乐世界 生生生世世都幸福 所以诸位 刚刚我们 李校长有说到 我们都是有福气的人 我们有五千年老祖宗的智慧 可以解决这一生的问题 也可以解决生生世世的问题 手上有法宝 叫自爱爱人 听了六位同学的分享 成的是很感动 也觉得 这个分享是我们最精彩的课 所以压走 这个六位同学的分享 很触发我们的善根 我相信 我们所有的老师们听完之后 善哉善哉 如此可教也 会很欣慰 我们所有的义工菩萨 也会很欣慰 这个护持他们 很值得 当然我们 我们所有的同人同学们 在六个同学的分享当中 我们也要看到人家的善根 首先他们都非常懂得感恩 你看我们心影一上来 有你真好 他很珍惜姻缘 这一次我可以感觉到 我们同学们之间 虽然只有短短的 七天的课程 但是大家都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 感觉这个不是一般世间的友谊 一般世间的友谊有一点吃喝玩乐 感觉大家的友谊有一种道疑 一种法眷属 共同携手并俊 走向光明的未来 走向极乐世界 有这种友谊 大家这个心影最后也说辛苦了 你看他都能看到 所有义工菩萨老师们的付出 而且大家都有一个善根 就是文教变形 听到好的教诲 他马上就想着要去做了 这是非常可贵的善根 祖师说文教变形的人 攜带更劝 不用人家劝他 他自己就很主动了 我观察了一下 我们这一次同学当中姓陈的最多 你们知道陈氏是哪一位圣人的后代吗 大舜的后代 所以你们身上有舜王的DNA 这个DNA的潜能 要把它充分发挥出来 不要浪费掉了 不说别的 第一个就是孝道 二十四孝之手 大家知不知道 顺王是最懂管理的 你们要跟顺王学管理 你看他 孔子说 顺其大事也余 顺呢 好问而好查而言 影恶而阳善 直其两端 用其忠于名 其师以为顺夫 这个是管理学的部分 这一句话再开 还要再十几分钟 大家回去查 还有一个善根 就是顺王 他还没有遇到老祖宗的教诲以前 他生活在森林里面 跟一般的野人 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关键就是 他听到一个好的教诲 见到一个好的榜样 他会全心全意去落实 去效法 所以诸位姓陈的同学 你们这个特质要发挥出来 这个DNA要发挥出来 OK 一镜怎么 没有点头 你们都是姓陈的 我都盯着 好 我讲到这里会不会 其他的同学有点失落 我没有姓陈 我跟你们调查过了 你们的祖先都是圣人 因为基善之家 必有余庆 你们的祖先是圣人 所以他的后代 言传的五千年都没有断 所以回去 另外一个功课派给你们 回去查一下祖谱 那天听我们李校长说 他们家有祖谱 他可以推到老子李耳 你看这个一看 历史当中这么多 流明清史的祖先 我们要想到校经说的 无念而处 欲修绝德 要效法他们的德行 把它发扬光大 而且同学们 他们学了之后 就愿意去改正自己 这个是善根 好多同学都提到自己的脾气 他们都 这几天就开始改了 这个石琪也提到了 福在受见 我们要做一个有福报的人 接受别人劝 他又点出来要放下面子 我请教大家 现在吉隆坡的面子 一斤卖多少 我今天 全给你们买了算了 我学传统话 我觉得我自己不自在 耗面子 搞得自己很累 现在遇到老和尚 我做了一个动作 把以前这些错误的想法 看法 说法 做法 Delete 这个案件 大家会不会按 然后把老和尚的教诲 鲁士道精灵的教诲 把它怎么 download download进来 这个动作 得自己做了 把面子都卖给我 不要带回去了 好 那还有 我发现这几个同学 他们懂得观察老师 所以学习 要善学 善于观察 善于体会 善于反省 你看学的东西 往自己内心 往自己身上一拉 他就有共鸣 就有体悟 就懂得去改正 好 这个是诗启讲的 确实 极乐世界 六成说法 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我们弥陀春 是西方的 前哨接引战 大家有感觉到一点 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还有六成说法 你们有没有发现 鸟会念 阿弥陀佛 你们还没有听到 待会去听一听 说不定 它就来给你说法了 我们王川老师 有发现 有一只鸟 那个念的声音 真的跟阿弥陀佛 很像 好 这个有六成 你们今天 还有没有听到一个声音 今天猴子叫得很大声 你们没听到吗 这么奇怪 他为什么今天叫 因为你们今天要离开 你看他们挺有情意的 叫得好高 好大声 你们有没有听出来 他说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 好 那 这个所有经典 就是法药 法药啊 药到 病能除啊 所以要不要吃药 药哦 这个灵慧 我感觉他蛮肯吃药的 所以你看他 首先分享到什么 内务真理 他就开始吃药了 因为他有一个病 叫比较散乱 他就马上吃药了 有没有感觉他刚刚分享的 朋友大将之风 所以他有在下功夫 你看他还提到王川老师 晚上十点 早上五点 这个时段是睡觉 黄金时段 他还提到说 不能把白天的烦恼 带到晚上去 这个会影响睡眠 还有他对这个 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印象很深 这个代表 他听课很有警觉性 修行的人呢 警觉性要很高 他还提到 中述之道 这个学习要懂得 掌握纲领 纲举怎么样 木章 因为 真子讲过 真子是传孔子之道的 夫子之道 中述而已 把这两个字放在心中 孔子的教诲来 你就不会忘掉了 孔子所教的 都是教我们 怎么用中述的存心 好 那 有开始 就不会嫌晚 而且这个 林慧说的 我们 再续前缘 他已经跟我们约好 我们下一次 再见 OK 好 这个真玉啊 你是不是很喜欢看台湾的节目啊 喜欢看台湾的节目吗 我觉得你然后很多啊 你是不是看台湾的节目 台湾 这些 节目的人都是 然后 然后 学习要知道 好的要学 不好的不能学 这个然后太多了 变口头惨了 这个真玉眼 名字名辅其实 很率真 他 拥抱他父亲那一刻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都有点湿湿的 好 记得 大家回去 第三个作业 我的习气来了 做小学老师都派作业 回去第三个作业是什么 抱抱你的爸爸妈妈 抱抱家里的老人 抱抱兄弟姐妹 好 当然有可能你一抱他们 他们会很不习惯 多抱几次就习惯了 好 他们都很能反省 好 都是 这个瑞同 也是 谈到的 他首先感谢 都能看到 所有人付出 他看得很深入 这个都是我们的学处 他也提到 学了这个历史 能够深入思考 所以大家听了这个张良 跟黄世公的故事 以后思考事情要深 要远 当然电影不能白看 以后学习 看一场电影 不要只记得男主角跟女主角 还要记得什么 跟每一个人学习 见人善及时起 见人恶能够及内省 好 那这个 孟明 我看他眼眶湿了好多次 提到跟父母的相处 他也反思得很深入 我相信 其实他应该是做得不错 但是 听了这些教诲 他自我要求 也比较高 好 他也提到很多 感谢华教 这个神老 灵老 我们才能 学得到 中文 才能念我们 亲切的名字 第四个作业 下次你们要唱这首歌 给我听 对啊 一颗种子 这歌曲写得这么好 很好听 我第一次到马来西亚讲课 是在陈氏宗祠 我跟姓陈的人 缘挺深的吧 在吉隆坡市区 我走进去的时候 两边都是挂着祖先的照片 这个气氛非常树木 很庄重 结果我上完课下课了 在休息室 刚好看到一些贵宾交换名片 结果有一个人的名片 只有英文没有中文 哇 那个接着名片的人 有一点激动 看着他说 你没有中文名吗 你没有中文名吗 这是我第一次来马来西亚的 非常深刻的印象 当然我听完之后也很惭愧 因为我在念初高中的时候 我就觉得会讲两句英文 好像就显得很 很高尚 我也有从阳媚外的时候 现在回头是岸 有回头过来了 好 那 学传统文化 也是学着改性格 所以大家 脾气改掉这是改性格 退缩改掉 这个都是改性格 懂得物为难 思想决定行为 行为决定 行为形成习惯 习惯了 就形成性格了 性格就决定命运了 所以你能把思想转变 性格转了 命就转了 好 所以我们 要转变成一个乐观的人 那个霍经师的那些 好的特质 我们变成我们的习惯 所以今天是个好日子 是吧 告别性 坏的性格 告别坏的习惯 重存种种 譬如昨日 最后祝福大家 改造命运 心想事成 合家平安 光束无量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